其實裡面還有非常多角色 都很有趣 像亮哥 加進啊 這可以講 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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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這樣會懷惱 好壞喔 是 都被人家攻擊到這樣子 都沒有注意到 啊 加進 我需要多一點的 對啊 所以我很高興 你自己講起來 會不會尷尬 因為我看的是有點 不會啊 還好他是中藥 對 你覺得明和島 民調會掉幾趴 到一趴吧 而且今天早起跟什麼東西 憲哥就被蓋過去了 太悲觀了 人選之人 造浪著台灣首不宜選戰幕僚 唯一題材打造的職人劇 其中黃建偉 合體現實中的太太蔡宣彥 自然的演技超全粉 手機這麼好看啊 她現在選劇啊 跟老婆之間的相處 哇 這個太日常了 演起來真的會更容易 因為她是我太太 是 更容易 有些功課就閃掉了 對 對 就是過去親她的額頭啊 或是躺在她腿上啊 或是講話的聲音啊 火啊 火開始燒起來 電腦 方婷就是我家庭的太太 這個角色是 趙昌澤有個棋子 那我陳家庭有個棋子 兩個不同的打 然後一個是年紀再長一輩的 這個是比較年輕一點的 然後他們的價值觀的確 有一個映照 就是其實是一個對照組來的 我們就蠻用心在 我們在這個對照組 要講什麼 要怎麼樣展現 女性的力量到底來自於哪裡 台灣社會也好 華人社會也好 隨著時代在進步當中 我們的意識的改變 跟婚姻結論的改變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挺用心在這塊 我覺得應該蠻多人會有共鳴的 至少我太太就有了 開自己不在玩笑 沒事 他說在家裡 也會跟賈婧一樣 常這樣被唸嗎 不是 大部分都是我在唸他 沒有啦 他會唸我是 就是會唸一些 就是你 或者他現在比較 比較和緩一點 他說 我昨天也沒有用耳塞耶 家室的部分 你也是都會做嗎 家室王 好 真的假的 對啊 這麼厲害 有沒有把東西弄手 或是怕誰不會 我不會 真的真的 真的都是我的主 要不然打到女兒 就 好 那現在問你了 現在幾個 現在兩點了 不行啦 還是上課 謝謝我 對啊 這很棒耶 把做菜當成興趣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妳可以試試 我啊 我不會啦 我真的不可能 我試過好幾次是這樣 或是你找了另外一半 可能可不可以 都可以感受到 現在可以感受得到嗎 蛤 蛤 蛤 那就是 叫 吃樓下的小吃點比較多 外送 對 外送比較多這樣 今天的記者會 現在開始 福州的報名 風東就整理一下 我福州很好 那你去年怎麼會輸 幸宣 劇中不只是正二代 還和忠遙演出 同志戀人 兩人超有CP感 大概知道我們兩個 走的方向不會是那種 刻板的 就是我們兩個 就都是以女生的樣貌 然後再談一段 女同志的戀愛 她讓我滿自在的啦 對 就是因為我平常 並不善於這樣子嘛 所以我很高興 妳自己講起來 會不會尷尬 我看的是有點 那你跟妳說 不是 因為我看的是有點 就是 I did you 我覺得 我需要多一點 可以啊 I go my back to you 不會喔 還好她是忠遙 對 談戀愛的時候 其實人還是會做一些 就是你平常就是 You 對 不會去做的一些什麼 特殊的樣貌 對於黃天瑋一直在旁邊這樣 干擾我嗎 嗯 其實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剪掉它是沒有關係的 哈哈 就是把 黃靖 妳知道中間 Keyer 一個白象 就是一個馬賽克 拍戲的過程 她會一直這樣鬧妳嗎 對 然後到了她的場的時候 她就好認真地做 她自己要做的事情 然後別人的場的時候 她就在那邊鬧啊 然後怎麼樣 哪有我哪有這樣 都是你比較那個 緊繃的時候 我想說娛樂 我是彩衣魚親的概念 我是專注 不是緊繃 妳那個緊繃 不是妳那個專注 對不起 妳那個專注 很專注 我覺得都很棒 黃建瑋 謝宇軒 北藝大學同學 超過二十年的交情 對戲渾然天成 而新生代的王靖 這次則是突破尺度 與代曆人上演不倫戀 她就是本身 就是一個很有美麗的人 然後姐是不是跟她 是同校的 她是大學長 被導入世界 嗯嗯嗯 不用不用不用 我覺得她很妙的一件事情是 她只要在現場 然後還沒喊收工之前 她都很像是她的那個角色 即便她關心你 她可能也說 吃飯了沒 正如說幹嘛幹嘛這樣 對 但是她 如果收工了之後 她跟你拍照 她是會這樣 是會比手指愛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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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那時候看到她這樣 我想說她感到被心裡很輕 對 在哪邊受傷 還是想說我欠她的錢這樣 我欠她的錢這樣 哎呦好了 被我殺掉了 談戀愛的時候 會年齡那麼大的差距 你是可以接受的嗎 就是只要她還可以自己走路 洗澡什麼 我覺得我還 我不會有沒有什麼 腳壓到她會痛 就是她只要可以自己過生活 有自己過生活對不對 我都開心這樣 不要進入長照的階段 就都OK了 想要年齡差 其實王靖跟兩位前輩 會有代溝嗎 聊天的時候 這次她很厲害的地方 她不會讓人覺得有代溝 她一開始會緊張 就是差了二十歲 差了二十歲 抱歉 抱歉 就是我不是 我一開始會滿擔心的 但是後來跟她聊之後 發現其實她有一點 有一個部分是有老靈魂的 她能夠懂那個 就是一個年紀的人的一些心境 所以我們通常有時候喊咖之後 沒事做我們兩個 就在車上一直聊天 對 不去上廁所 那大部分是我在抱怨 就我本來就那種 那很煩欸 沒有 沒有 我有時候也會跟她講說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批了 然後就會帶著說 很真性情啊 就可能如果是我自己 平常遇到問題的話 我可能就說 聽她怎麼辦 幹嘛幹嘛 但雅靜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會是那種 她不會在第一時間做任何反應 但是她是會最無理智的 想到解決方法的人這樣 我應該就是那種 錄音會 然後那個手機還發出 對 她冷靜沉著的部分 夢想深刻 家靜哥跟那個文房姐 幫你叫進來 說要換那個美術團隊的時候 然後你就說 好 對 我也是跟妳講的 比較驚訝 那個物館小部設計師 我們要換人 好 我在看的時候也是覺得說 就是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表演選擇 真的嗎 對 而且 真的假的 謝謝 因為當然在戲劇裡面 我們兩個 特別把她交進來 就是代表 我們已經準備要解決 這個年輕人的情緒 可是這個年輕人 完全不在我們的料想裡面 做了一個非常穩重的決定 然後之後才問說說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原因是什麼 天啊 你看 看一下 謝謝妳們 有沒有這樣啊 沒有 實力派演員齊劇標戲 也讓人選之人照浪者 被大戰全員演技在線 每個人都是神弦假舞 其實裡面還有非常多角色 都很有趣 像亮哥 亮哥 家計啊 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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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整個戲的anchor 就是anchor是什麼 就毛 就是有一些 就是每個戲都會有一兩個角色 是你看到那個角色 這個世界就變成真的 就是你只要一看到他 就是真的這樣 那對我來說他就是 他就是我看到他在現場的時候 他坐在那邊 他那邊講話 他就是跟他演戲的時候 一點點感覺不像演戲 你沒有 不會有 我在表演的感覺 他的存在對我來說是 對家計 角色的幫助非常大 後來所有人都在叫我 家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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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有人看到我 都愛生淡靜 那說什麼 你這樣我會擔心嗎 沒有啊 你都會很煩惱 都被人家攻擊到這樣子 都沒有注意到 啊 家計 原來要換他們 後的紅盤 家計 想一下想一下 我覺得選角整個戲真的很強 那時候聽到 爸爸是柯島 媽媽是那個 季夏季 對 季夏季 然後那個 哥哥又是 對 有季 正道 就其實已經安心一半 在拍攝的過程中 就是其實你有一些東西就順著他們 像跟媽媽在牧原有一場對話 一開始其實 現在是剪開了 可是一開始其實我們有一個 是從頭到尾的一鏡到底 然後季夏季真是一個讓人 就是很舒服的演員 然後跟他一起在那邊聊天啊 或什麼 包括他想要怎麼捏我或什麼 他在帶你 然後柯島也是 有他的魔力存在 他也弄哭我 因為他有導演的身分在 所以他知道這一些 我們的回溯過程是要完成什麼 包括他戲裡面要結婚或幹嘛 其實他都有特意在 在幫助 就是挑我一下 或者是出櫃的地方 我一開始有點緊張 因為那時候就是被 被現場 因為在火車站嘛 然後就要抓說火車來的時間 以及不來的時間 然後就是很尷尬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一直在分身在其他事情上面 然後我就發現自己好像有點分心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跟俊陽導演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講個什麼話 隨便一個什麼都好 這樣 然後俊陽導演 他就只有講一句話 他就只有說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亞晶沒有爸爸媽媽 只有爺爺 這樣 然後我就 看著我 我都哭 我都哭 然後又看到爺爺坐在那邊 這樣就對耶 我還真的沒有想過 為什麼亞晶最後是回到爺爺這邊 這樣子 以及他缺少的父愛 是不是也是讓他選擇 就是造長者的某一個原因 有沒有連結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突然好像點心我了 一件事情這樣 盈軒跟建偉哥兩個人就是再度合作嘛 那我們其實今天有請到一個特別嘉賓 他有錄了一段影片有問題想要請問兩位 喔 納豆嗎 納豆啦 不要哭了等一下 大家好我是納豆 那我大學同學黃建偉跟謝盈軒 這次也有新戲要合作囉 有些問題想要請問他們一下 謝盈軒 就是如果有一部戲要早點演 但是呢要跟男主角有一些親熱的戲 我跟黃建偉你會選誰呢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讓自己幹 還有第二個選擇嗎 沒有 我們先回答第一題 他就是我故意 真的 我選納豆 因為黃建偉之前已經跟他演過了 在學校 對啊 我還跟 其實外面也有啦 對啊 就是舞台劇 對 所以我還沒跟那個林玉茲 一起演過 正常的戲 對 沒演過 親密戲 親密戲 是 這種尺度 你都弄肺這樣 對 要把你壓在床上親這樣 然後還要把我的腳抬起來這樣 對 繼續 接下來請問一下兩位 上一次看對方不爽是什麼時候 不能說沒有 我會爆料 認真看不爽的話 我記得是什麼時候 對 你說了 你說了 你先講 因為我可能太多了 我現在 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對 說實在我從來不會看他不爽 因為他 你知道 小時候一直長大的朋友 在那個時期 就是林玲茲 就是從 什麼都沒有 開始一起學 然後一起奮鬥 然後 後來又一直一起演戲 一起 打仗 你在台上 會願意為對方奉行人犧牲 不會真的看不爽 但是 我記得 在 好像是2014年嘛 所以我們演一個戲 叫恨家家族 她是女主角 從頭到尾 她每一場戲幾乎都在 要跟所有人演戲 我 就是那種 到現在還是嘛 就是 就班上那種比較調皮的學生 然後她就是模範生 就是班長那種 你知道嗎 然後那種 很typical的情節 就是說 她那時候只是 眼神裡面真的有恨 就是恨 我跟她排一場戲 因為她台詞很多嘛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就走位就不要固定 然後 她就 因為她必須要固定走位 她台詞才會 fix這樣下來 然後她就 有標彰化嗎 沒有 但我在舞台上 因為有 要打她的動作 我狠狠的 打她 很認真的 不是開玩笑 有臉嗎 對 很認真的 有帶私人情緒嗎 有帶私人情緒嗎 有 有時候你記台詞 你需要用走位來幫忙 但那支戲大概有三個小時 所以我每個 然後背台詞的時間又不夠 所以我就跟她說說 我們就先定下來 之後如果要改的話再改 但她就是一個 就是自由派的 她就說不用擔心 就是她可以就是 絕對可以的 絕對可以的那樣子 然後就常常在跟她 對戲的過程中 我的那個台詞就在 辣詞辣詞辣詞的 沒有 你從來沒有辣過詞 你從來沒有辣過詞 對 但是就是你不知道 那個邊緣有多邊緣 沒有 然後你知道她那時候 我們在側台會一起 早上 抱怨妳知道 然後你知道她那個恨意啊 就是隔著空氣 都跟 我的皮膚都被刺到 你就是 哇靠 這樣 我覺得很好 那盈軒姐 妳回想的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沒有 我很愛她 有時候看到她在進行一些 就是那種雄性的一些 那種就是探討啦 或覺得要怎麼工作 就會覺得 那個時候就會想說 就是 如果我現在也是一個雄性的話 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跟她們工作 那個時候就會稍稍的討厭她 但她 一演好角色 妳又覺得 真好看 所以那個討厭 就又會沒了 所以就會在 喜歡跟討厭中間徘徊 那想問一下就是建委 如果今天納豆跟文芳姐 兩個人要一起角逐 可能立委好不好 他們要找你當 要找你當 要找你當幕僚啦 你會站在誰 加入誰的陣子 文芳吧 因為她比較沒錢 納豆有錢可以請到更好的 但是納豆一定會選上 我不一定要支持會選上的 你親和力其實沒有輸納豆 沒有 我覺得納豆會贏 納豆服務一定做得比較好 對 我看你們跟什麼場都跑這樣 對 納豆是一個就是小驚喜啦 不好意思讓薛學姐哭了這樣 不會不會 因為好久沒跟她 有一點久沒跟她碰面 有一點弱有一點弱 小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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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選之人動算 人選之人動算 一定要看喔 謝謝三位 謝謝